即使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 也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益处 经过德法的修行后 会有两点变化 图腾本身会变干净变亮 周围的黑气变淡 甚至有白云拱绕 而这两点就会使人的运气改变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本身变亮了 形象的讲 就是自身能量增强了 抵抗力增强了 而且业账消除了 欠灵性的账到期的也还了 从而使自己坏运时 能轻易地跨过路上的沟壑 好运来时 跑得更快更高更远 师父还说 周围的黑气变淡或变霉了 这个人就可以左右碎翼 前途明朗 所以说 修佛的第一步 就是要做到这两点 接下来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下面分享一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灵验的事 我丈夫2011年接触心灵法门的 看了台长的白化佛法 就开始念经了 他总向我推荐看白化佛法 并分享念经学习的感受 我慢慢地也开始学佛修心 在这之前 我乳房有节节 医生说需要做手术 但我没做 自从学习心灵法门后 我丈夫同修说 你得念小房子 我打过胎 这样我便开始念 结合许愿放生 在2014年体检时 发现节节变小了 2016年9月体检时 节节没有了 这都是菩萨慈悲 还有许多灵验的事 发生在我们身上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和家人躲过一劫 那天晚上跟我妈妈出去 回来的时候是晚上十点了 走了一条偏僻路 走了不久 突然看到一个男人 站在路中间 车子差点撞上去了 然后便停下车 那个男人非常生气 一直敲车窗 叫我们下车 给他一个交代 这时 突然冒出四个壮汉 围着我们的车 很生气 一直拍车窗 叫我们下车 当时真是吓到了 只能拼命 一直心里祈求菩萨 这时 我妈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她突然踩大油 往前冲了 还好后来他们也没受伤 马上就闪了 事后想想 他们是在制造假车祸抢劫的 真是非常感恩菩萨保佑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心灵法门发愿吃全素 帮儿子念经找到工作 分享过程有不如理不如法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 请龙天护法原谅 去年 我儿子参加一年一次机关事业招工考试 帮儿子许愿 念经 放生 和做功德 去年 我已吃全素 但没有在菩萨前发愿 结果 没有被录取 过后 听台长师父录音 开始讲到 吃全素 没有在菩萨前发愿 功德不够 不一定能帮到家人 我马上在农历九月十九日 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发愿吃全素 今年同样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做功德 好是当天 心经和准提神咒 轮念 当天也去放生 感恩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终于录取了 现在报到上班了 作为父母的一块心病 终于放下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叔入心房 他又没空去拿粽子和发糕 他打电话叫我在早上八点钟之前 必须拿到心房那里 等我拿到粽子和发糕都七点了 他心房离得又远 我又不懂在哪儿 也不管了 一边念着经 一边骑车去了 结果很顺利地找到了我叔家 这不用说 肯定是菩萨的保佑 不然怎么可能那么顺利地找到呢 我又没有去过他那儿 我们只要好好修 不做坏事 菩萨都会保佑我们的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肆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二 学佛修心的宗旨与根本 十一 学佛人不能违背良心与佛性 选自2015年12月4日 悬疑问答 佛陀说 人人皆具佛性 师父提到过 佛性就是人的良心 每个人都有良心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良心本是宇宙 良心已经包含了天律 地律 人违背了良心 就是违背了天地宇宙的律法 所以人才会生病 才会有劫难 而师父的白化佛法 就是解释佛理 解释人的良心中的律法 看懂了 明白了道理 才能更好地运用到生活中去 消灾解难 改变命运 请问师父这样理解正确吗 95正确 非常高的位置了 95正确 因为你讲的就是 人心就是佛性 你想想看 人的本性是佛性 佛不就是无上正等正确吗 是的 是的 什么都有了 你一个人的人心 只要有良心 你什么都有了 好的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白化佛法 大家在刚开始修的时候 就像在黑暗中摸索 不知道哪一条才是正道 不知道自己走得对不对 也常常怀有疑问 我修到什么了吗 卢台长和大家 走在同一条路上 但能看得远一些 多一些 所以愿为大家坐黑暗中的烛光 为大家照亮眼前的路和障碍 愿为大家坐进步的尺度 时刻提醒大家 进步的程度和方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